一大只绵羊挤在绵羊公路上 每只绵羊毛茸茸 把小镜站得满满满 绵羊们妹妹妹的叫 好像在说好挤好挤 绵羊上班路上大塞羊 是因为后方有归宿羊在拖队 牧羊人发出长长的吆喝声 后方绵羊似乎有听懂 默默加速跟上 情景农场羊群 除了表演跟逛大街的活动之外 固定时间也会移动放牧 但两百多只的绵羊一起移动上班去 优先在后面发呆拖队 羊场扫尽才会出现塞羊画面 就很在汗 一次过好多绵羊一起出来 后面的羊它因为可能走得比较远 所以它要回来的时候 会造成像在排队一样 网友看了直呼超级可爱 还有人开玩笑的说 反正过不去 干脆就先去旁边吃早餐 绵羊路塞车就像假日的穴睡 但至少羊群可爱呆萌 看了性情大不同 接着我们下期 王军姐在景城南投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时间要试试 目前禅 今天 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